在巴西发现的史前隧道 究竟是谁建造的 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曾经建造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建筑 在世界上许多千年前的宏伟建筑 甚至到今天我们都没找到其建筑方法 由此可见 人类的建筑工艺是极其神奇的 并且古人的建筑工艺在今天看来 也颇具几分神秘色彩 在巴西就有人曾发现了一条 距今约有13000年历史的史前隧道 但是在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后 却确认这条隧道不是人类建造的 那么这条神秘的隧道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巴西发现的神秘隧道 隧道在人类历史上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 在如今 为了方便交通工具的行驶 现代人类在很早之前就开始对大山动手 我们利用工具在大山之下 通过挖空山体人为制造一条通道 方便更多的现代交通工具能够行驶 即使是在古代 也出现过很多隧道 这些隧道大多建造在地下 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人们躲避战争灾难 或是用作其他用途 所以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古代 隧道都不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东西 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左右 一群考古学家却在巴西发现了极其不寻常的隧道 在当时的考古活动中 这些考古学家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去寻找历史上神秘的玛雅文明遗迹 但是在进入到巴西境内的热带雨林后 这些考古学家并没有如想象中发现玛雅文明的遗迹 反而是发现了一些他们从未见过的神秘隧道 在巴西以及埃根廷境内 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很多这样的神秘隧道 他们的大小不一 有些只有短短几十米长 有些却有几百米长 没有统一的建造标准 这些神秘隧道在后来被越来越多人发现 甚至超过了一万条 起初人们认为这些隧道肯定是古人所挖的 比较在历史上也发现过其他的古代隧道 但是后续在科学家的鉴定中 得出了一条惊人的结论 那便是这些隧道的历史最起码超过了一万三千年 这些距今近一万三千年的隧道 似乎拥有着更多超乎人们想象的秘密 在这近一万条的隧道中 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条隧道是由弗兰克教授 在2010年于巴西所发现的 最初这条隧道被教授认为 只是一个巨大的洞穴 但是当弗兰克教授走进去后 却发现在这个洞穴内 藏着一条长达610米的隧道 在这条隧道中 布满了许多类似由人工工具挖掘的痕迹 且在隧道内 弗兰克教授还发现了很多分支隧道 经过测量 弗兰克教授发现这些隧道大约近四米宽 要想在一万三千年挖出一条这样的隧道 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当时很多人便认为 这些隧道都是由大自然所造成的 但是这个观点很快便被否定 毕竟如此规模巨大 且不有工具挖掘痕迹的隧道 几乎是不可能自然形成的 这背后一定还藏有其他的建造者 巴西隧道建造之谜 在巴西隧道发现后 外界对隧道建造者做出了很多猜测 有些人认为这些隧道就是由当地原住民所挖掘的 甚至认为就是由当时的玛雅人所建造的 但是实际上玛雅人是于公元前1500年才出现的 所以和隧道的历史时间是对不上的 还有人猜测是外星人建造了这些隧道 主要目的是为了展开神秘的外星任务 但是这些猜测终究只是无依据的想象 关于隧道建造之谜 曾困扰了人们许久 最后经过科学家的不懈努力 终于在2010年终于揭开了谜底 当时一位名为阿米尔卡亚当的巴西地质学家 曾经深入到神秘隧道中做调查 他仔细观察了洞内的工具痕迹 发现这种工具是类似于三尺工具 另外这些隧道的建造痕迹都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 说明应该是由同一种生物所挖掘的 根据此条线索 阿米尔卡亚当对同期的史前生物展开了比对 发现建造这些隧道的生物 很可能是当时生活在南美洲的大地缆 这是一种生活在史前时代的古老生物 体型比目前的地缆大概大出500倍 由于大地缆的爪子一般都是三只的 所以和隧道上的挖掘痕迹能够完美对上 科学家推测这些隧道出现的原因 很可能是因为当时生活在热带气候下的大地缆 经历了地球上的全球降温时期 由于毛发还未完全进化 这些已经适应高温气候的大地缆 无法接受突如其来的降温 所以便尝试在地下挖掘隧道用以保暖 强有力的爪子帮助他们在南美洲地域 挖掘了上万条的隧道 由于大地缆具有群居的习性 所以在这些隧道中也存在了很多的分支隧道 这样分析 似乎关于巴西神秘隧道的建造者有了合理的答案 但是由于物种已经灭绝 如今人类也无法对其展开更多的调查 所以关于巴西隧道建造者 外界还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争议 地球的历史其实很长 人类文明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通过巴西的神秘隧道 我们也能发现 其实在自然世界中存在着很多神奇建筑 在地球上还存在着许多我们尚未发现的神奇现象 在未来人类的探寻过程中 相信也有更多的惊喜正在等待着我们